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就來到珠海金灣區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航空新城 上一個月我就跟客戶過來這邊辦居住證 就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才可以拿到證件 所以你們如果是假裝珠海居住證的話 就要預長這個時間 金灣區給我的個人感覺 是很適合居住的 珠海的西部有一個叫中心城的規劃 分為三大片區 A片區就在斗門 B片區和C片區就在金灣一帶 如果你們想要資料的話都可以問我 我有最詳細的ABC片區的規劃 航空新城這個區域的價錢是不低的 均價去到了25000左右 這個地方我個人認為 它是屬於深圳南山區的一個 低板門 它的樓沒有南山區那麼漂亮 而且是沒有那麼多寫字樓 但是這個區域的環境 以及它的價錢就很漂亮 很適合 它的環境是不輸於深圳的南山區 這個地方 目前的一個入住情況 不算高 因為它是一個新發展區 它需要時間的去等待 才可以入住人 我個人是喜歡 住在發展區 因為等它有一定的配套 前面住起來是非常之舒服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內地 去一些 比較中心的地方 你是很難找得到車位 而且吃飯 行街 都說要排隊 所以我好喜歡發展區 前面的一段時間 特別是它配套 剛剛兌現的時候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是你拿著25000左右的預算 想在珠海買樓 這個地方都是必體的一個區域 這個呢 就是航空深圳的人工湖 很漂亮 如果你們是拿著110萬到 160萬這個區間 我就建議你看一看 島門的湖深深城 它是規劃 成一個西部中深城的A片區 有一個規劃的價值 有政策的付錢 這個地方的話 你最好就拿著 2萬多元入場 價值和價錢 是相對等的 這個環境 不輸給深圳的南山區 可以吧 好了 今集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